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世一帐,我是Coco 男人偷偷的爱着你,从这几个细节中就能够看出来是错不了的 第一点就是,他会主动的约你 男人爱上女人的时候也会朝思暮想 动不动的想约女人 他会约女人吃饭,约女人看电影,逛街 只要是女人喜欢的,做什么都可以 男人主动的约女人的时候 其实是他想你了 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做一些事情,感情才能升温 所以男人偷偷爱着你,从这几个细节中就能够看出来错不了 第二点就是,你需要的时候总是在你的身边 最让人感动的事情就是血中受他了 又是一个男人平时对女人是百般的好 一旦他遇到了一个麻烦和困难的时候 男人选择了逃避,抽身离开 这样的男人是不爱你的 他只是跟你玩玩罢了 又是一个男人担心你的安危,担心你的一切 当你需要他的时候,总是能够在你身边陪伴着你 为了你是24小时开机,对你说别怕,有我在呢 男人对你的爱呢,从这个细节中就能够看出来是错不了的 第三点就是,他会为你准备惊喜 男人爱上女人的时候呢,才会绞尽脑汁 挖空心思的对女人好 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的时候啊,会为他准备惊喜 希望女人呢,能够开心 在拆开礼物的那一瞬间 女人的一个笑容是男人爱他的一个最大动力了 在感情里面,又是一个男人会为你准备惊喜 为你做很多的事情 只是为了讨得你的一个欢心 那么他是偷偷的爱着你的 别不知道哦 第四点就是,有事没事的找你聊天 男人偷偷爱着女人的时候呢 希望啊,时时刻刻的关注女人,得到她的一个信息 男人,又是有事没事的找你聊天的话 哪怕是,问你呢,吃了吗?在干啥呀? 这种看起来很无聊的问题 其实啊,他是没话找话 想多跟你聊一会 希望呢,你呢,别忘记他罢了 男人做到这件事情啊,是偷偷的爱着你的 别傻傻的,不知道哦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 就聊到这里,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